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日星期四的104财经科专题演习 Asther 陈以提先和大家看看大事状况 在人行出招的情况下,今早早我们看到人民币走势反弹也会弹动港股的向好 但之后这个表现就慢慢开始变得更顺色,反复偏远 行指高开50点,船只将升幅扩大到263点 走势比较反复一点,一直在19000关口附近增持 去到收市时,这个关口水平正式是得而复失 最终收报18928点,跌了24点,跌百分之零点一 至于国子收报6364点,跌了17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三 至于科子收报4063点,跌了51点,跌了百分之零点二 但市成交金额方面1049一月 至于板法,因为市传内地有机会放宽一些一线城市的购房限贷 见到内房股份、物馆股份今天都偏向于强势 碧棍原服务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份 今天收升百分之3.7 与之相反,顺于光学就受到刑景预期影响 预期就是说中期会少赚六成半 所以见到今天股价收报67.3.5都急赛了一成四左右 在蓝筹之中是箭底的表现 接着我们会谈谈很多股份,尤其是金沙前景的预期 进入我们专题研习的部分 来和大家看一下豪岛的版块 最近有一些大行引述了这个行业的渠道 就是说澳门7月头16日的赌收大概已经去到82.5万澳门元 即是说期内在这段时间内日均赌收是4.9300万元 如果我们只是看头9日的话 其实是5.3300万澳门元 即是说你看到收入是有少少递减了 有些大行就会进行一个分析,例如花旗 就认为这个赌收之所以会减换 可能是受到台风太利的影响 因为有部分游客他们的周末安排可能都要取消或者调动 所以就影响到这段时间内的赌收 花旗就根据了一些行业的数据去做一个最新的预计 就说澳门贵宾的月度人流应该差不多是持平的 而中场有机会按月增长1-2% 另外对于7月赌收的预计都维持在大概160亿澳门元 意味着本月余下的时间 大概平均的日均赌收就在5.178万澳门元 麦格利就说上半年澳门的中场博彩收入 其实已经回到2019年即疫情前水平大概5.4左右 预计去到第四季的时候会有一个中场赌收的完全恢复 再加上现在政策在支持博彩企业期下的非博彩业务的发展 相信相关的一个步伐都会再加快 与此同时 营运商来自博彩收入的贡献占比就会降低 今年大概是8.3%左右 之后占比会再慢慢走降 那么在猜中国方面 我们可以看回第二季的在澳门方面的 除息税折扣及摊销前利润 大概5.4100万美元 5.4100万美元 是2019年7.1%左右的水平 这个表现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 但是会比个别大行的预期要低回5.5%左右 其中一个中场博彩企业 就比较不会低过任何行的预期 因为它按贵提升了2.8% 都回到2019年水平的百成本 所以又符合市场预期 又符合不同行的预期 所以人就引述到金沙管理层就说 预计其实整个第二季的业务 都会有一个加速的增长 也有说到第二季金沙中国 其实开了很多酒店房 首先现在已经看到开设了超过1万间 新增的酒店房间 到第三季会扩大到1万2千间左右 希望可以应付到下季黄季的需求 另一方面公司之前也有说到 要做伦多人第二期投资 大概投资额是10亿美元左右 包括要做什么呢 有Fansson喜莱登酒店 康莱德酒店 帕西非卡道场 以及其他非博彩业的设施 我们刚才也说到 会是未来一个要急速发展的方向 这些项目就会在11月起施工 大概2026年会完成的 到时完成的话 或者在这段期间陆续完成的话 也可以投入服务 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或者容纳到更多的游客 上人就提到到到第二季为止 其实现在金沙持有12亿美元的现金总额 至于政策务按贵下跌到77亿美元左右 都给到一个评级买入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参考麦格里的资讯 麦格里对于博彩行业整体 看法也正面的 他说到 其实现在有不同的消费止行业 都有一个增长的 可能是后期时期 你见到会有些少少的复苏 但是有什么的止行业 是可以长期地持续地复苏的呢 那麦格里的意思就是 他们觉得得到这个旅游业 是可以做得到持续复苏的一个领域 那他在一个豪渡版法里面 对于银鱼、金沙、永连澳门、美工、梅、中国 全部都是给一个跑银大使的评级 这个是他第一次对这些股份去做评级的 那就是给到这个跑银大使的 那也都特别是看好金沙和银鱼是行业的首选 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较多的酒店房间数目 所以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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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